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n 欢迎收看本书的新闻英文一个礼拜四篇 再了解时事也了解相关英文单字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四篇 首先第一篇是那个欧洲会议代表团 他们说台湾你们不孤单 那第二篇是成人网站上面的 维基分数学课 这个非常特别的一篇 那第三篇是 COP26 气候峰会 那第三篇跟第四篇都是同样的议题 那因为气候变迁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就连续选了两篇 那第三篇是蛮有趣的 他说吃肉会不会造成全球暖化呢 新闻来源BBC 第四篇也是 COP26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 新闻来源也是BBC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篇 这个欧洲代表团 这个破天荒来到台湾 那并且跟台湾说我们不孤单 You are not alone EU Parliament Delegation tells Taiwan on first official visit 新闻来源是 Readers 路透社 好嘞 那在这一篇我们新闻会很快速的了解到 首先第一个单字议会议会的英文叫Parlament 那接下来第二个字代表团叫做Delegation Delegation 第三篇强化 强化关系 这个叫Strengthen Strengthen 那第四个加深也是加深关系 这个叫Deepen Deepen 好那在接下来会有一个具体的说 接下来他是说下一次来拜访的时候 我们台湾跟这个欧盟会有更具体的会议的讨论事项 那具体的英文叫做Concrete Concrete 那议程 议程各位议程的意思是说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那个形成表的意思 那议程的英文叫Agenda Agenda 那接下来是合伙关系 Partnership Partnership 那接下来是假资讯 D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其实这个欧洲代表团主要就是要处理这个假资讯跟网路攻击的 那下一个是网路攻击是Cyber attack Cyber attack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 这个外交 他说我们台湾是那个外交孤立的岛语 那外交孤立的岛语叫Diplomatically isolated Isolated islands Diplomatically isolated islands OK好那这个是 刚刚的是快速单词总栏 接下来来教各位比较细项的单词解说 首先第一个字议会 那议会的英文叫做Parler 到这边Ment Parlement Parlement这个单词就是有议会的意思就是议会 这应该是不用太过解释 那下一个这个是代表团 代表团的英文叫Delegation Delegation 它英解是Delegation 这是代表团 那这个单词怎么记呢 各位我个人建议就 他这个字其实是分成两个 首先是前面这边 跟后面这边 如果拆开之后其实就蛮好记得 首先第一个是Delete 那各位Delete这个单词 我在想应该是没有问题 Delete就是删除 那后面那个GAT是什么 Gate 那各位Gate是什么 就是门 所以这个代表团的意思就是把彼此两个国家的门把它删掉 各位这样子好记了吧 Delete Gate Delegation 这样子应该会好记一点 那接下来下一个字是外交的 各位那以政治来讲外交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单字 那外交的这个叫Diplomatic 它的音节是这样 Diplomatic 外交的 那外交官叫Diplomat Diplomat 这是外交官 那外交名词叫Diplomacy Diplomacy 那这个是外交的意思 那各位这个外交长得很像 就是说如果说把它拆开的话 长得是像这样子 DI 跟这个PLO 那各位这个PLO是什么概念呢 各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哪一个字 Police 长得还蛮像的啦 Police是警察 那DI这个字就是down 外交官来了嘛 别的国家外交官来了 警察要分配下去 各位那当然我个人觉得这是有点牵强啦 那各位如果有多念几遍 就把它就是可以把它记起来 这个Diplomatic Diplomacy 这几个单子多念几遍 那接下来下一个单子 这个是孤立的 那孤立的这个是I isolate Isolate 那各位Isolate它是这样 Isolate就是又饿又瘦又累啊 就是你就想你被孤立在旁边 就是那个感觉孤立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字啊 下一个单子就是他这个欧洲议会的那个代表啊 他就说我们需要有更勇敢的举动 至于什么叫更勇敢的举动啊 他并没有明讲 他就是这样讲 他就说我们需要一个叫Bolder Action 各位Action这个单子没有问题啊 他就是有举动的意思就是行为嘛 对不对 那Bolder这个单子就是勇敢 那各位Bolder 底下这个我有写 Bold Bold这个单子啊 他就是有那个勇敢的醒目的显著的 可是他比较特别啊 在电脑上他有粗体 对不对 那就是说你看到 你比较容易看到这个东西就是Bold 了解好粗体 你就把那个字放粗 然后接下来底下这个单子啊 念法非常的接近啊 也是Bold 不过这个叫做突头的啊 这个头毛毛巾啊 那这个教各位怎么记啊 Bold记得就是他长得跟哪一个字很像啊 就这个hold 勇敢嘛 勇敢就是你会把这个东西抓得很牢 机会抓得牢牢的啊 这样hold 那你如果说显著的就是能够抓住别人的眼睛 这是教各位怎么记 那你如果是突头的话 Bold啊 男生啊 这个我在想我画面挡住 我这样应该就没有挡住 各位你看这个字 男生啊 一般来说我不敢说全部百分之百啦 不过一般来说应该都还蛮害怕 有没有Bad 应该都还蛮害怕突头的啊 对不对 好啦 这是教各位记啊 Bold 他有勇敢的 另外一个记法跟Bad长很像 就是有头发都不见了 突头的意思 好了那接下来下一个单字是强化 各位那强化的英文叫 Strengthen 到这边 Strengthen 他是这样子念 那这个加上en 一个名词加上en 就是他会有死的意思 让你有体力 实力有体力 对不对 就是强化 那底下这个单字 Strength 各位他这个音节 TH记得那个 舌头要吐出来 Strength Strength这个单字有体力有力气 所以他还有优点的意思 那这个单字也是非常好记 各位Strength 你就跟这个字一起记就可以了 Strong 对不对 那个强壮 OK Strong Strong 你就可以一起把它记起来的 那 Strength 这个单字是体力力气优点 对 那他的弱点 他的反义字是这个字 Week 那这个单字是形容词 那如果改成名词就会变成weakness 这样子 OK Weakness就是弱点 这个强壮的反义字 就是弱化的那个意思 来那下一个就是热衷的 很热心 这就是kin kin 那这个很简单 非常好记忆 就是跟国王记在一起 就想国王都很热衷 在找老婆 对不对 一堆老婆这样kin OK 那接下来下一个deep deep 是加深 那各位跟刚刚那个strengthen 是一样的概念 他就是加上em 好 所以deep deepen 就是从形容词变成动词这样子 好 下一个单字是ramp up ramp up 这个是扩大 还有增加 那这边当然指的是 对岸中国大陆 又增加的那个军事的举动 那各位ramp 这个单字有斜坡 有坡道 各位这个单字是非常好用的 比如说就是像有一些建筑物 他有那个无障碍坡道 对就是只要有个倾斜的 那就是一个ramp 那我那包含有时候楼梯 对不对 楼梯有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一阶这一种 斜斜的之类的 类似像这样 让你比较好上去 这个也是ramp 就是一个斜坡 就叫ramp OK 好 有没有跳 有跳一个字 不好意思 这个字叫roll out roll out 那这边就是说大陆方面不排除这个武力犯态 就是排除roll out 如果是规则 规则就出去 没有规则就排除了 就把它弄掉了 roll out 那这个是broadcast broadcast 当动词有那个电视节目的意思 当名词有电视节目 动词是有广播 还有播送的意思 那如果说当形容词broad 这个单字有宽广的广泛的 蛮有普遍的 是broad ok 那下一个字是cast cast 这个单字有卡斯 就是演员 演员 那各位这个单字还有扔 丢东西的意思 把东西把它丢出去 扔头 所以你就知道 把这个东西丢出去 丢出去把它变得很普遍 就是播送出去的概念 broadcast ok 好 下一个单字是混泥土 它还有确定的具体的concrete 刚念成日文 concrete concrete 那个是日文 那concrete 这个是英文 那concrete 这个单字 名词是混泥土 这个蛮好理解的 它有确定的 有具体 其实各位这个单字 你如果仔细看 它这边倒是有一个这个con 对不对 各位con 各位到目前位置 应该没有问题了 con就是一起的意思 对不对 一起 那这个后面有个cre 各位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concrete 它倒是可以把它做个支解 concrete 前面有个con 那后面这个字是credit 各位知道了吧 credit card 是什么东西 信用卡 对不对 所以credit 这个单字就是有相信的意思 现在各位知道了 concrete就是一起再加上相信 相信 等于确定的 具体 大家都相信的 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的具体 那还有混泥土 混泥土又不用说 混泥土就是co and eva 这是沙跟水吧 沙跟水的一个组合 这样concrete 好 接下来下一个单字是agenda 议程它还有代办事项的意思 这个叫agenda 这样子 agenda 那下一个单字是partnership partnership 各位ship 指的是一种关系 对不对 relationship 是一种关系 那前面这个字 partner 各位知道 partner没有问题的 就是伙伴 所以伙伴关系就是partnership 这样子知道 那各位这个partner 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其实各位你如果仔细看前面 这里有一个part 那各位什么是part 部分 对不对 那就是我的这一部分 这partner 伙伴嘛 ok下一个是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那这边当然指的是干涉 这是别的国家的干涉 inter 我切一下音节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干涉 另外一个字干涉叫做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所以interference intervention 两个单字 那这两个单字 等一下我挑的 这两个单字是这样 中文解释 你会发现 我们看中文都有干涉 可是这两个干涉 其实意义有点不太一样 好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首先interference 这个干涉 各位你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fear 这个fear 跟哪一个单字长得很像 这个字啊 fire 有没有像 一个是fere 一个是fire 有啦很像 各位就发现一些想象力 有没有的确是蛮像的 这个东西会让人家感觉不好 多管闲事 有种感觉 你用管这个啊 这个让人家那种火都上来 那种感觉 interference 就是我没有叫你管 你偏偏跑过来管我看嘛 各位就是interference 来 下一个字叫做intervention 那各位intervention是这样 它是inter加上ven 那各位inter 我刚刚上一页忘记说 inter你就这样子理解 internet 好 ok 来 是不是 这两个字组合起来的嘛 inter是互相 net是网子啊 对不对 inter就网子互相 其实它inter还有中间的意思啦 但是 网子彼此互相叠起来 所以各位你知道 互相 那各位ven 各位这个单字 这个这个字根值得各位记一下 它是有来的意思啊 大家都来互相过来来帮助你彼此互相帮忙 所以这个字intervention比较像是调停 对不对 我进来干涉 然后透过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两个达成一致 所以intervention如果说真的要说 这个interference比较像是负面的讲法 你就记得中间那个fear fire 那个字 那intervention 这个单字是比较正面的 ok 这样子应该是会比较好了解 那ven 这个重要字根 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是这个 各位你看到画面这个字 convenience 各位有没有看到ven 有没有 CON是不是一起 大家一起来 每个人都会来 就方便嘛 每个人都来了 各位这个单字很有趣 convention 各位你在背convenience convenience 你可以顺便一起背一下convention convention 各位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单字有大会的意思 对不对 大会大家都来 每个人都过来集合了 大会 那各位这个有个形容词 叫做conventional 各位什么是conventional呢 叫做传统的 我写一下 我忘记打出来 那你就想人很多嘛 你人很多的地方 你敢在那边搞怪吗 当然不敢了 所以conventional就是传统的意思 ok 所以这几个字 这个intervention convenience convention 记得中间都是有个ven 好不好 各位就是记得 今天有个字根 叫做ven ven的延伸 有这个convenience 对不对 方便这个单字是好记呀 convenience 还有convention conventional 以及intervention ok 就是靠这个ven 所以各位这个字根 就是蛮值得各位另外去记 就记得他有来 其实他还有别的解释 他们还蛮多解释的 不过我今天就举四个就可以了 CP值很高的一组字根 好 来那接下来是假资讯 假资讯 这个叫disinformation 那各位后面这个 应该是我这样 后面这个 这个information 这个information information 这个是资讯 对不对 那前面这个dis 就是有 各位记得 一个单字如果是 D开头的单字 记得方向就是向下 这个资讯是向下的 就是没有 它不是真的 跑到底下去了 所以disinformation 假资讯 它的同一字叫做misinformation 这错误的资讯 就是假资讯 ok 好嘞 下一个字这个叫cyber attack 各位这个是attack attack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攻击 那cyber cyber这个单字就是网路 以前我小的时候 大概国中版 那个时候有个是 这个叫cyber cafe 不过现在比较少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 现在打 因为现在是桌上型电脑 越来越普及 那更何况就不用说 现在越来越多是在 玩那个什么 手机游戏嘛 对不对 那玩手机游戏 这个网咖 各位这个叫网咖 不晓得我没有听过 你如果是比较年轻的一代 你可能我讲网咖 那什么东西 我以前有去过 去那个附近 我以前那个国中 高中附近 有一间网咖 下课我去 那个还投钱 十块钱 然后玩个十分钟之类的 好 那接下来是要文章解说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 You are not alone You are not alone You parliament delegation tells Taiwan on first official visit 你们不孤单 欧洲的议会的代表团 告诉台湾在第一次的官方 各位official这个单字 这个单字是官方的 visit这个单字是拜访 我们说我们不孤单 这样 说实在 各位这个感觉就是 我们就是必须要知道 就是有个欧洲代表团来了 就是来拜访我们 那并且跟我们说我们不孤单 那当然这个是会有点 有一点政治立场 那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他们不应该来 那或者是他们来的 我们感觉很开心 不管你的政治立场为何 反正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看一下文章那种 来下一篇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a first official delegation to Taiwan say on Thursday the diplomatically isolated island is not alone 好 那这个欧洲的议会的第一次官方的代表团 到台湾 懂啊很强 反正就是欧洲代表团 他说在星期四的时候说 各位我现在录影时间 其实是星期五 那在星期四应该就是昨天吧 他连续三天就是四五六 好那说什么呢 我们这个岛屿 他说各位注意 这是路透视的 我还不是用台湾 这是别的国家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 他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外交孤立的岛屿 是不孤单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外交孤立 包含我们参加很多国际的会议 都是靠着就是那个什么非政府组织 坐在旁边旁听 有一次我记得是参加什么世界卫生大会吧 对不对 我们好像还是这个什么场边会议 就在外面拉个小桌子 类似像这种 反正完全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很像有一个班级 假设我们台湾是这个班级里面 假设地球是一个班级 那这些国家就是每一个学生在里面 那我们台湾就是里面的一个学生 然后我们这个学生长得很瘦很小 然后在班上完全不会引人注意 因为总是有一个老大哥 也不能就讲老大哥 因为总是有个长得非常非常壮的 就会说台湾这个台湾这位同学要做什么事情 我来决定就好了 我跟他是一起的 然后就是比如说假设现在这个全班要团购 而我们要一起买什么东西 那我们台湾永远没有发生的权利 那在全班在开班会的时候 我们台湾只能够坐在外面一天 然后就是说总是会有个老大哥 就是说来你去坐外面 反正现在这个世界在讨论什么 由我来决定就好 类似像这种感觉 那各位现在是什么感觉 就是说接下来班上有一些同学呢 开始来找我们 有私底下 这一次就不是私底下 就来找我们说 怎么样 还好吗 关心我们一下 你说你不孤单哦 这种感觉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 好啦 来下一句 And the call for border actions to strengthen EU-Taiwan ties As Taipei faces rising pressure from Beijing 那并且呼吁要有更勇敢的举动来强化欧盟 各位注意 EU这个是欧盟 欧盟跟台湾的这个联系 关系 随着因为台湾面临Rising 升高的压力 从谁 从北京过来 各位注意 这个是外国媒体来报导台湾跟欧盟之间的举动 关系 台湾没有任何的正式的外交关系 跟任何的欧洲国家 除了小小的梵地钢城 Vatican City 那之前两三年前吧 还曾经有一度传闻说我们可能要面临要被断交 不过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所以台湾 which does not have formal diplomatic ties with European nations except tiny Vatican City 下一句 好那台湾就是说台湾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 is keen is keen to deepen relation with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很热衷的要去深化关系 跟谁 成员 什么成员 欧盟的成员 要能够深化关系 对不对 就是拉帮结派 很孤单 谁要跟我一起 上个厕所 谁要跟我一起去上厕所 那种感觉 好 那下一句 the visit comes at a time when China has rampant military pressure including repeated admissions by Chinese warplans near democratic Taiwan 那这个the visit 那这一次的拜访 comes 来 这是欧洲代表团的拜访 come at a time 在这个时间点 当什么时候呢 当中国大陆 wrap up wrap up 就是扩大 扩大军事的压力 military pressure 军事压力 包含什么呢 repeated missions repeat 就是不断 不断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中国的world plan world是战争 plan 是飞机 world plan 就是军机 near 靠近democratic Taiwan 靠近民主的台湾 懂好 所以整句 the visit comes at a time when China has rampant military pressure including repeated missions by Chinese world plans near democratic Taiwan 好 写一句 which 这件事情 在这个台湾 他说 which Beijing claims as its own and has not ruled out taken by force 那台湾这个岛屿呢 北京宣称 是他自己的 并且从来没有排除过 入奥排除过 taken by force for is 武力 把台湾拿下 用武力拿下这样 这个威胁从来没有少过 好 we came here with a very simple very clear message you are not alone Europe is standing with you 哇 这个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台湾小 没什么人注意我们 然后又一直被这个中国大陆盖着 台湾是我们 台湾是我们 那现在这个欧盟的代表来说 我们来到这边 有一个非常清楚 非常简单 非常清楚的讯息 台湾 你们不孤单 欧洲跟你们站在一起 听了感觉不错 对不对 所以we came here with a very simple very clear message very clear message you are not alone Europe is standing with you 好 OK 好 Raphael Glaxman 我没有念错吧 a French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old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 a meeting broadcast live on Facebook 好 那这个Raphael 这个他是一个法 法国的成员 什么成员呢 欧洲议会的法国成员 告诉台湾总统 Tsai Ing-wen 在一次的会议上 那各位这个会议是什么样的会议呢 broadcast live 线上直播 懂吗 在Facebook上线上直播的一个会议 好 所以整句 Raphael Glaxman a French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old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 a meeting broadcast live on Facebook OK Our vis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say Glaxman who is leading the delegation 那他说我们的拜访 应该是要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第一步 前期好像来几个 前期来 来三天 可能后续还会有更多人要来 不晓得 say Glaxman 那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代表团的领袖 就是领班的 所以整句 Our vis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say Glaxman who is leading the delegation 下一句 but next we need a very concrete agenda of high level meetings and high level concrete steps together to build a much stronger EU-Taiwan partnership 我是觉得各位 你如果有看到这边 你如果仔细看他的文章 各位他讲的 我是觉得意义还蛮深远的 对不对 下一步 然后我们需要 我们会需要一个很清楚的议程 这个议程是high level meetings 高层次的一个会议 以及高层次的具体的步骤 要一起来打造一个 不如打造 打造一个更强壮的 更紧密的 欧洲跟台湾的伙伴关系 看到都起鸡皮疙瘩 这个感觉就是说 我们台湾长期被打压 突然之间 欧盟也长得很壮的一个同学 这个长得很壮的同学来了 就说 喂 怎么样 你不要怕 我今天先来找你 聊聊 下一次我来找你的时候 我们要来讨论 如何跟你合伙 类似像这样 好 来来 But next we need a very concrete agenda of high level meetings and high level concrete steps together to build a much stronger EU-Taiwan partnership 好 The three-day visit organized by a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foreign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es 这个三天的拜访 organized 有什么组织 各位这个是新农省 有什么组织 有什么组织的呢 committee 是委员会 中午没有打 委员会 那欧洲议会的委员会 好 那这个委员会 是处理什么事情的 外国的干涉 在民主的过程 的这个委员会 各位 所以这个委员会 各位 你再仔细看 各位你想 你如果文章看到现在 你仔细想 我们看的原委就是这样 首先他来 对不对 这个欧洲议会代表团来 那就是先跟我们讲说 我们今天先拜访 那拜访 这一次拜访的时候 你们不孤单 那接下来他又抛出这个议题 下一次我们要高层次的会议 下一次会议会更加的盛大 对不对 然后各位这个会议是什么组织 各位这个委员会 你仔细看他的名字 叫做外国干涉委员会 在民主发展的外国干涉委员会 这个名字 我是觉得针对性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OK 好了 We will include exchanges with Taiwanese officials on threats such as disinformation and cyber attack 将会包含交换意见 跟台湾的官方交换 交换什么呢 Threats 就是威胁 像是假资讯跟网路攻击 各位 为什么是假资讯 为什么是网路攻击 对不对 这是 我是觉得各位有兴趣 当然里面详细的一些因素 我是建议各位上网去 你如果有兴趣听完 听完我在讲这个新闻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上网去做一下相关的研究 意义蛮深远的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篇的新闻英文